好 今天台灣環境場微信頂圖你可以看到 因為高壓比較偏強的關係 所以今天台灣環境場水氣是比較少的 延續了週末假期高溫很曬的感覺 今天全台都幾乎來到35度以上的高溫 尤其是北台灣一連多天幾乎都標出了36度以上的高溫 今天全台最高溫在新北市三峽 來到將近要40度 39.9度的高溫 但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本週的天氣要留意 明天的晚上開始出現變化 因為水氣會開始慢慢的增多 為什麼水氣慢慢的增多 這和現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這一整團 逆時中旋轉的雲序有關係 它是在昨天剛剛生成的今年第11號 颱風 摩羯颱風 它距離台灣大約是在距離台灣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頭 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近海的這個位置 其它的外外環流 以及它的整個環流結構 都在影響菲律賓的旅宋島了 今天我們講到有颱風生成 最怕的是會不會朝著台灣而來啊 趕快透過了颱風的潛勢路徑圖 但你來看到這個摩羯颱風呢 目前來看要影響台灣的機率逐漸的降低當中 你可以看到它持續往北移動呢 關鍵點就在明天清晨到中午之前的這段時間呢 它會逐漸的往西轉彎了 這個轉彎的角度就很重要了 如果轉彎的角度呢 它往西轉彎的角度大一點點 當然就會比較遠離台灣 它的角度小一點點稍微就會比較靠近台灣 其實整體來看呢 目前的資料預測 整個北方高壓的勢力比較強 所以它會壓著整個颱風往西前進 現在來看它是會呈現一個直角的一個狀況 向西走跟台灣保持一定的友好距離 也就是說它的環流結構呢 要直接影響台灣不太有機率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 從明天晚上開始會影響台灣的天氣 包括了北台灣東半部地區恆春半島呢 會開始出現有短暫正雨 我們透過了台灣雨圖 但你們來看更清楚了 其實未來這一週 天天都會有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囉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恆春半島 不時會有水氣移入就會有降雨狀況 就是因為呢 跟這個摩羯颱風逐漸呢 略過巴士海峽進入南海有關係 即便但週五過後呢 颱風逐漸遠離要登陸到 呃呃 像是南海這邊的這個海南島的位置了 但是呢 逐漸遠離的過程當中 因為風長轉吹 偏南風的這個影響之下呢 就會導致台灣環境場水氣還是偏多的狀況 包括了南台灣還有花東地區呢 從週五開始到週末假期 還是容易下雨的天氣形態 所以本週的天氣最後一張圖 我們統整一下告訴大家 明天基本上還是高溫炎熱的一天 非常熱哦 要做好心理準備 而在明天也就是週二的晚上開始 就要特別提醒您了 要小心摩羯颱風外圍環流 帶來台灣的這個水氣會有增多的趨勢 即便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還是十分的炎熱 要留意局部地區呢 可能會飆出三十六度 甚至要將近四十度的高溫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南台灣的部分呢 明天要特別留意的是空氣品質 可能亮出對過敏族群不健康的橘色燈號 東半部地區呢 明天降雨之率比較偏高 當然跟摩羯颱風逐步的靠近有關係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白天高溫三十一到三十四度 以上就是一節的氣象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